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运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也能够去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特别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公众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能够做更深度的报道更深刻的讨论 让我们一起来听见微小的声音 3月7号卫福部他们召开了一场会议 这场会议的名字它叫做延商调整补助民间单位 社会工作人员专业服务费的会议 那这个会议是要去针对这个社工的专业服务费来进行调整 不过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要去调整社工新资的一个会议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社工长期处在一个劳动条件非常差的状况 底下 那这个会议看起来是一件好事 不过当天却有很多 台湾各地不同地方的社工 他们的工会就到卫福部前面来进行抗议 那他批评卫福部的这一项的做法是把社工当做猴子来耍 那表面上看起来是要调账这个所谓的基本的起薪 可是他其实又东扣西扣了一些东西 导致这个社工的薪资 薪资的总额不增反减 损害了这些社工的一些基本的权益 那这其实引起我们很重要的关注 我们知道我们节目讨论过很多次 有关社工劳动条件薪资的问题 我们看到在台湾社工面临到很多的处境 包括蔡总统也曾经说 要来去改善社工的劳动条件 劳动的待遇 那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正面的事情 反而有引来的这些抗议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的是高雄市社会工作人员 职业工会的秘书长郭志南来一起跟我们讨论 志南你好 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志南来上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想一开始就想要先请教志南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所谓的 延商调整补助民间单位 社工人员专业服务费的这个会议这个名字真的很长 那这个会议到底要干嘛 然后你们为什么要去抗议啊 其实这个会议我们也是忽然收到通知 他不是一个定期召开的会议或者应该是说 我觉得他有一个脉络是要回到2020年的时候 那个蔡英文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有发跟 他应该就是卫福部这边有发布一个全新的政策 我们叫做那个补助民间社会福利的什么作业要点 那我们民间通常都是称之为所谓的社工心知心智 那会有这个制度的原因是因为以前的社工补助就是政府拨机构一笔钱 但是机构要怎么运用其实都没有什么相关的规范 所以社工可能就是政府补你三万二三万四 机构可能只给社工两万五两万六两万七 或者是更严重一点 他就是名义上是三万四 但是事实上他还要私底下 可能私底下叫社工捐回去 还是就直接给社工扣 就奇奇怪怪的手法很多 那可能就工会不断的倡议 然后监察院也调查的过程里面 卫福部开始有一些压力 然后就适逢2020要选举 那蔡英文总统就发布了这个新的政策 那这个政策是进步的 他规定的就是说民间的社工的心知起心 你只要是大学毕业 你就有所谓的34916 他就是跟着公务人员的行点这样计算 那就是一定就是34916 然后你可能还会依照你的学历 然后你的有没有证照 然后你的年资 然后风险 这几个面向做你的薪资的加成 这样子特别是年资 以前的社工就是政府你补一笔钱 你做十年也是就是三万二三万四 中间会被这个机构给扣走了 对啊可是以前政府的额度 就是三万二三万四 你做十年 政府也是补机构三万二三万四 所以以前的那个补助我们叫社工薪资的天花板 可是2020年这个制度又变成是社工薪资有一个楼地板 我们开始很容易辨识就我大学刚毕业 这个案子只要是政府补助的 我的薪水如果机构给我两万八 这样是不行的 我马上可以知道这不行 因为至少就是三四九一六 而且如果我有社工师证照啊 然后我是研究所毕业 我的薪水可能就是可以再加个两千四千张上去 就我自己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我的薪水应该要是多少 而且如果像我工作满一年 我的评鉴考而是OK的话 我每一年大概可以再加九九六 就是快一千块的薪水上上去 然后可以连续加七到十年 社工的薪资可以至少变成四万五至五万块左右 在当时我们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大利多 但是在发布之后马上就发现几个问题 我们跟台北工会还有其他工会 其实都陆陆续续的有去反映这些问题 例如各县市其实没有根 每个县市它不一定有要照卫福部发布的薪资 因为最主要地方政府没有钱 所以就开始有奇奇怪怪的一些做法 例如像什么做法 例如他们就是现在就2020开始 你只要是政府补助的案子叫社工 你一定要符合所谓的标准 所以他们就把社工改成 例如像台南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就把社工改成社福宣导员 换了另外一个名字 换了一个另外一个名字 对还是就是他机构 也就是在签约这个过程里面 他一直不跟政府换约 所以他还是旧的约 他就不用照34916 还是社工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政策要施行的 那机构也没有跟他说 就诸如此类的很多的乱象 我们几个工会也一直不断在处理 那到大概2021、2022的时候 我们开始物价还有基本薪资都调涨 公务人的薪资也调涨了 我们开始就我们工会也反映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标准是照着公务人员的新点 所以我们觉得说 那我们公务人员还有基本薪资都涨了 那我们社工也应该民建社工应该这个制度也要跟着涨价吧 那我们开始在反映 那大概就是一直到今年3月 他就发布了这个很长的会议说 我们要来讨论要调整社工的薪资 那我们一开始也是期待的 可是当我们收到这个会议通知的时候 我们发觉他讨论的事项真的不可思议 他就第一个是要给你加薪水的讨论 说本薪要调整 可是他本薪调整的前提是 他后面的提案是他要扣掉你的学历加级 还有要扣掉你的风险加级 所以他调整了一个 应该讲说我们的薪水一部分会是基本薪资 因为会有各式各样的加级 就是说大学老师其实也是 比如说我们有基本的本缝 然后会有研究加级 或者学术加级等等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要把这个基本的薪资调账 然后这个加级的这个陈述 或是比例或是方式做调整 是这个意思吗 那到底要怎么调整呢 我们那时候其实他的本薪 他是说公务人员 前年应该是调了4% 然后基本薪资调了4.56 所以他们就是说 第一个提案就是 我们的3491的本薪 要做这样子两个比率的调整 那这件事情就还在讨论 还没有定案 就那天开完会 这件事还没有定案 那天主要的讨论内容 是在讨论会议的23点 那23点就是说 学历加级要取消 学历加级现在的补助是1996 就是接近2000块 那他说要取消的原因 我们我们一开始说他要取消 我们当然就在会议上直接问了主持会议的李一芬次长说 那你们取消的理由是什么东西 是你要给一个好的理由吗 因为他会议通知上都没有写 那我们我自己个人啊 我自己个人蛮意外的是李一芬次长当场说出来的理由是 觉得说出来又觉得蛮好气又好笑的 他的理由是因为你大学毕业跟你硕士班毕业在食物 做社工其实都是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应该要领一样的薪水 他们称之为这个叫同工同酬 我们那时候他这样一讲出来的时候 我们几个工会的代表就互相看了一眼 就就可以讲粗话吗 就心里就是那个你到底在攻杀小 对就大概是心里是这样子的感觉 怎么会是说硕士跟学士 硕士跟学士做一样做社工都领一样的薪水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荒谬的论点 就是那公家单位约聘跟那个正式考试的公务人员 是不是也应该要领一样的薪水 我们约聘薪水要比较低 他们也都做一样的工作啊 也就是说你觉得是假设真的是这样 其他的这种公务机关的薪水的发起 也是应该是一致性的 他们的理由 我觉得给了一个太很奇怪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要回答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要回到我们社工的场域 重新再做一个新的讨论的话 我觉得当天其实很多民间单位 是不支持政府这个提案的 我们一般都会觉得民间单位 他还是说资方他觉得可以把社工薪水扣下来 是一件好事 但是没有那一天主要的大单位 他们都觉得这个是不要取消 因为对大家来说 社工其实这个场域 它其实是一个必须要不断做研究 然后有记录做一个经验累积的回馈或整理 这个其实是需要一个严谨的硕士班研究法的训练 所以去读书还是说去进修这件事情 其实机构是鼓励的 那既然你念完了那薪水可以高一点 我觉得何乐而不为 而且其实一个硕士的 读完硕士回来再做社工 其实他在整个经验度 或许经验度上我觉得可以讨论 但是他在整个学术可以在累积帮助机构 还有一些视野的开拓上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会有帮助的 你的意思是说 即使在第一线的服务工作的内容可能是类似的 可是在这个内容之外服务的内容之外 事实上我们要如何比较系统性的去看 这个个案或系统性 看这个所谓的社会安全的造成的各式各样的原因 那他事实上是需要有一些知识 不是一个纯粹的这种所谓的经历经验 就可以去处理的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没有错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才是对这个专业 有不断精进累积的一个加成的效应 而不是今天你用学士硕士这样很粗略的来分 我今天如果要更激进一点的讲出一个有争议 这个接下来这一段话可能会有点争议 如果是说硕士跟学历是同工同手 那社工师跟社工员也是同工同手 我有证照的社工跟没有证照的社工 我做的事也都一样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有证照加级 其实我们的不是也就是有鼓励你要去考证照 然后健全我们社工专业的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才有一个所谓的证照还有职灯加级 我觉得当场次长讲出来的这个理由 我觉得没有办法取信于大家 然后这个讨论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复 所以当场其实大多数的代表 有在参与会议的代表 其实大家都是反对的 对所以后来那一天的开会讨论 唯一一个有先定案下来就是学历加级会维持 OK那另外的就是所谓的风险加级 就是说你们在社工在第一线里面 其实会遇到的状况 行价值霸霸快 我事实上也跟社工或是跟一些在宅医疗的朋友 到那个现场去做一些观察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风险的存在 例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家庭的纠纷或是某种的攻击 或者是有一些不当的要求等等 都会有可能发生 所以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去谈风险加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风险加级 其实我觉得其实那一天讨论的面向蛮多元 我觉得要重新回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社工会有风险加级这件事 以前最大概在106105之前 对不起详细的时间我有点不记得 但是大概在一段时间 风险加级其实也是这几年 这五六年来才有的东西 其实以前的社工是没有风险加级这件事情的 当初对我来说会有风险加级出现 可能就是多个1000块或2000块这样的状况 是因为我们保护性的社工流动率很高 还是说都没有人做 他其实有一个变相想要鼓励 就业觉得重赏之下有永夫 因为薪水比较多 所以人家愿意去 所以当初有设定了一个风险加级 那最早叫风险津贴 但是后来因为有的机构要给不给的 所以他后来把它变成加级 把它纳入常态化薪资的一部分 变成现在所谓我们知道风险加级 他主要就是让社工的工作氛围 这三种 一种是无风险的 就是说你拿不到风险加级 然后一种是一般风险 这种他薪水会多1000块 然后高度风险薪水会多2000 我说的是这个是在民间 工部门他有另外一套计算的方式 那这个状况之下 那一天他们在 那一天 对不起 他们那一天 风险的这个部分的讨论 就是会变成是说 他们要砍的原因是 他们想要把2000的风险加级取消 然后变成是说 1000的一般风险的把它扩大 就是本来可能无风险的 他也认为说 你也可以纳入有一般风险 例如说我平常就是会出去按加访试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可以让你有一般风险 就增加这样子 那这个讨论我觉得其实有勾起 内部大家各个代表一些不同相关的意见 首先你要取消高度风险其实是政府的理由 次长那一天他提出的论点 我觉得个人觉得蛮值得讨论的 次长的论点是 他觉得高度风险的工作应该要政府接回来自己做 不应该给民间做 不应该让民间的伙伴承担这种风险 也不应该让民间社工在有这样子处在高度风险的状况下 那市长提出的这个论点我个人觉得是好的 只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状况 但就有蛮值得商榷的 因为其实很多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 自己其实把很多委托案包装成补助案 就还是叫民间去做 对还是外包出去 他基本上现在我们的福利就是大多数都是外包 台湾的社福大部分都是这种状况 其实上次蛮有问题的 然后他现在说政府自己要接回来自己做 然后有把所以他想要把高度风险取消 我觉得那一天其实我就有反映一件事情 就你们自己到底有没有把目前的委托 补一千块还是补两千块风险加急的工作 全部整理一下 然后这些工作的状况委托各件事 还是你们中央自己各私属的状况是如何 你完全没有任何资料呈现 你要怎么说服全部的代表要统一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的论点跟资料都呈现上是有断裂的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讨论的品质 所以这件事情就先搁置 然后接下来也开始有一些民间代表有提出一些意见 例如我觉得那一天市长提了一个蛮值得继续讨论的一个议题 就世界展望会 世界展望会 他们有承接113 就是那个家暴的那个电话 他们提出说 他们觉得113的工作 看起来只是接电话 所以他没有风险加急 因为他连外出都没有 他们认为坐在室内是不会有危险的 所以他现在是没有风险加急 但是世界展望会他提出说 他们也觉得这个工作其实他的风险是不小的 怎么说 因为其实你那个电话的状况 然后要紧急处理 然后甚至他们在接线的过程 也可能会遭受到一些威胁或是故罵 这种涉及人身安全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那个想象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风险加急的概念是在我个人的身体上 就像家暴我们都比较容易看到你有黑钱还是怎样外观上的 可是其实家庭暴力 他还有另外一种是精神还是那种高压控管的练习 我觉得社工的工作也是 你不是说你有外出会遇到个案 你才会有危险 你其实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 在接线这个过程 而且那个是非常高压 然后非常快速的那种工作 对社工身心的耗损 我觉得其实是要被看见的 所以市展提这个案子的时候 而我觉得我们工会是支持的 然后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 我当下我有接着市展的话 我们工会就提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既然要讨论风险加急的制度 那我们应该是要重新去定义社工风险的概念 我们要重新看到除了肉体之外 身体之外的伤害 那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就可以从劳动 我们就应该是说重新检视社工的劳动 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以前社工对劳工 社工社群对劳动没有什么概念 所以我们其实就有提说 你们下次应该特别 卫福部应该特别召开一个针对风险加急 还是说风险定义的讨论 而且这次要纳入劳动部 我们把职业安全卫生法 因为刚修法没多久 我觉得应该把职业安全卫生的概念 重新来检视社工各个领域的工作状况 我们再来重新定义风险 然后再来讨论风险加急 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完善 就顺着市长还有市长的讨论 我觉得他们的论点 我觉得都是社工界迫切 目前就迫切 如果我们要让社工社群更健全 都是迫切需要去讨论的 那这个会议它只是一个讨论会吗 还是它会做成一个什么样决议 而成为未来这个社工薪资发放的一个标准 它其实就是如老师你说的 它讨论完之后它就要去跟审计部要预算 它接下来就会变成一个社工薪资2.0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之前34916调薪之后 然后有一个新的制度的处理 那风险它这件事情 现在就是有一个很迫切要讨论 因为就是现在已经要去要预算了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蛮政治的议题 就是4月2号要社工日了 你总是要有点政机 让总共还是要参选的民进党委员 那个副总统出来讲的话 我觉得有个政机 因为现在又怕到时候被工会再冲一个洞 因为他们有大概我们以前他们就4月2号 他们都很在办那个闪亮社工记者会 我们工会都会在4月1号给你办一个暗淡社工记者会 发布社工的劳动状况 所以这次总是要拿一点政机出来 然后又加上现在立法院在省预算 我觉得他们现在也蛮急着要有一个讨论的结果 然后赶快送出去要 所以风险这件事情 现在我觉得应该还没有 暂时没有机会 做一个比较周全的讨论 我觉得现在还是在讨论说 要加要扣 然后哪些人可以多拿 还是哪些人会少拿 至于说2000块会在取消的部分 台北社工会当场我就也提了一个 很值得要注意的 而且这个是工会一定会注意的事情 你现在是补2000块 你如果忽然把它扣成1000块的话 你明年机构就不会给社工2000块了 那这个是片面减薪的问题 你到时候会有大规模的劳资争议发生 那就是工会会对上机构 可是造成问题的是你政府 你政府不能不想到这件事情 这种片面减薪在劳动契约 还是劳基法的概念上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 甚至是违法的行为 你政府现在带头在做这种 会造成片面减薪的问题 你自己怎么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我是觉得蛮意外 怎么在设计这些方案 然后提案的公务人员 怎么都会没有 我看起来蔡政府似乎是要去想办法兑现他自己的承诺 特别是你刚刚谈到选举这件事情 因为赖清德已经去领表登记 他可能是真的要代表民进党出来参选 他曾经过去就讲有一个功德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叫赖功德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没有好好处理好 可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 可是不是那种尽快处理 而是要细致的处理 有很多的东西 就像你刚刚提到说 要去特别的调查 要去了解 然后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收放之间 事实上到底是权益增加还是减少 这可能都很细致的讨论 那另外一部分其实 社工的问题还不是只有在制度上面 所谓的提高他的薪资 就算刚谈到过去有这样的基本的薪资 可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回圈的问题 可是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 其实也爆发了这个晚情协会的 这个所谓的回捐的争议 那当时蔡总统也在脸书说了一些话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头来来谈看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社工回捐的问题 解决了吗 还是它依然是存在的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下来要看的是 这个4年9天吞航的专协对有呢 生人专案是说 根本搜保检对的关系里面 甚至有头照4年9天 较多的工作 更多的处地 有哪用纂车 门车的方式 说七月就找到七十五位4年9天 当国家离开 他民宿北国事务台队 特洪基专军队 在乘车盘扎昆布时 插到两个失联遗工 其中一个是独变通一般 两名失联遗工 近联手冲撞车门 企图躲避茶器 仍遭本队人员制服在地 经查证赫然发现 其中一人为毒品通气饭 查到的这两个失联遗工 专军队说 将其中一个移车 立足够到 以免法强制轻松出境 另外一个毒品通一般 是交互健康 以上病毒地减速进班了 结果以法轻松回国 在这军在边境万万开放 出境的航班上太化 同行专军队也成立专案 小座查接失联遗工 近期将持续针对辖内 疑似雇用失联遗工的地点 采取扩大取締行动 并配合劳动单位 进行劳动检查及法令宣导 根据三部 通知政策队检队 陈根据二次车 四年以后的地点 和创廊的地点 采取较大取的行动 国家上乘车盘扎 这个中央查到 七十五位四年以后 已经进行相关的收容 和欧修共济出国的作业 并且关注人 在一定既然来 没人过来台湾 继续中华部读 我们再次回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高雄市社会工作人员 职业工会的秘书长郭志南 志南你好 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节目的 上段的节目的最后 有提到在2020年 高雄市晚情协会发生的 这个重大的薪资回捐案 其实当时有20位 社工出面来指控 就是要求他们回捐 然后他们稍微计算一下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这个回捐的金额 竟然高达到百万 我们当然知道 台湾的社福机构 在经营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它是一个 体制制度性的问题 也是国家在社会工作 福利支持上面的 一个不足的一种反应 可是要求社工来回捐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 反过头来 是一种落落相产 去剥削这些可能更一线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在基层的社工人员 不过当时这个 蔡英文总统也在脸书上面 有发表了一段话 他说这个蔡英文 他在脸书方面说 他表示一定要去杜绝薪资回捐 蔡总统他说 社工跟护理人员在帮助别人 也要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 安顿好生活 这是政府的责任 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我们看到蔡英文政府 他的确有做了一些调整 可是这些可能是属于公的 这个所谓政府的政策 政府去做的事情 可是回到那个看起来比较失的部门上面 就是说比较在内部的这一种 所谓的回捐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吗 是而且非常的严重 怎么说 其实就先讲婉晴这件事情来说 婉晴其实是社工心智 心智施行之后 我们遇到了一个最大的 第一个最大的挑战 而且那个挑战其实 老实说成立工会之后 处理过非常多的心智回捐 婉晴其实应该可以说 我到现在还是非常难忘 婉晴的事发的第一个吹哨人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他那个时候跟我约在 他忽然有一天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拿到我电话 因为通常来说 人家如果要跟我们公会求助 通常都是在我们粉丝业的后台 跟我们求助 才是咨询 可是我那一天其实是接到 未显示号码的来电 然后一打来就很急急忙忙 然后那个听起来声音就怪怪的 我那时候其实也蛮警戒的 就想说 诶 这个怪怪的 但是听起来又觉得蛮 应该是真的 因为我不太喜欢我个人的电话流出去 那个不是公务的用 那是我私人的手机 我也不太知道他们是怎么拿到 然后就 找到我 那我就跟他们约了一下 在市政府旁边的一间咖啡厅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 好如果去听听看 如果是真的 我就直接把他们带进去市政府做申诉 我那时候就大概心里就这样想 然后结果一来 我就先交代他们要准备哪些东西 那就在咖啡厅碰面 就一个人带着 一个 应该是那时候应该我看了一下 应该四十几岁 一个三十几岁 带一个四十几岁的当事人来 三十几岁那一个是新晋的社工 他就是看着这个四十几岁的一直被欺负 所以他带着他来跟我们申诉 我就接过来 然后聊了一下 大概了解他的状况是 他是一个单亲妈妈 之前做美容美法业 然后去修了 修社工学分 拿到社工的学历 然后就进入社福界工作 那晚期是他第一份工作 他一进来之后 雇主就跟他说 因为他没有经验 所以他要缴所谓的什么叫教育费 哇 叫教育费 其实就有一个瞑目 那一开始可是很有趣 接下来很有趣的地方是 我看了一下他的提供给我的薪资资料 捐款收据 管情一开始是直接扣他薪水 直接扣一个月大概扣六七千块 这样子差不多 然后接着他们叫他变成要捐款 可是捐款就是变成是 他每个月五号发薪水那一天 他们中午会多给他们休息一个小时 然后叫他们出去 他们会拿到一张小纸条 然后上面写的郭志南 然后管情的银行账号 然后你这个月要捐多少回来 还指定要捐多少钱 对 指定要捐多少 再这样一张小纸条 然后他们中午多休息一个小时 就去转账捐款 接着又变了 变成是说一样是拿了一张小纸条 但是你是那一天中午要去领现金回来给会计 老师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有趣 我觉得这个大概只有在工会现场在处理这种事情 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问题出在哪里 你看他光是一个晚情在一个社工工作一年多的过程里面 就刚好变了三次 回捐的手法 为什么 我觉得我在这边可以跟听众 老师你们分享一下 因为2019年的时候 高雄 跟屏东接连有发生很多起薪资回圈 甚至在那时候屏东发生了一个社工一年捐了22万 那一件事情闹很大 哇 对 所以后来高雄其实很积极的 我们工会一直盯高雄市政府盯很紧 所以高雄市政府开始去查他们回捐的状况 你帐到底有没有确实 入到社工的帐户里面 他开始会去对 所以晚情最早的那种直接扣钱的会有问题 因为你一看你就知道怎么你会他2万7而已 你这个一看一抓马上就会被抓到 所以他们就换了另外一个方式说用捐款 你要用转账的方式 可是后来大概也发现 转账也很快就会被抓到 因为你会有转账记录 所以他后来就变成是说你要拿现金 给会计 因为你这样没有留记录 就给你一张 就没有证据了 给你一个捐款收据 所以他其实 机构其实不断照着 政府在机查的方式 他有一个新的 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所以你不管蔡英文 我们那时候就批评说 你不管蔡英文政府 你就会给社工5万 社工也拿不到 因为下面机构很多奇奇怪怪的手法 你们没办法处理 然后 等那天他这样跟我说完之后 其实我蛮震惊的机构 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然后这个社工啊 他会来找我的原因 因为我看他已经被回捐一年多 每个月都回捐很高额 我其实也随口问了他一句 你看起来是个干活人 也是个新土人 为什么你会忍到一年多才来找我 我觉得这个总是一个 很多政府官员都会问我 为什么这些人 就会回捐那么久 然后那么久才会来找你 这样子 还是那么久才愿意说 甚至高杨市政府的副局长 那时候就问我说 这家机构他们查过 那时候查都没有问题 也去问 全部都说没有 就是这些回捐的人 也会帮这些雇主说话 说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好奇 所以我就问了这个当事人 那他的脉络是 当然又说他是单亲妈妈 可是他就是他需要这份工作 他会怕如果去做了某种的反应 他失去的更多 对 然后他会来找我的原因是 他2020年7月来找我的 他大概是2019年7月去工作 然后2020年7月来找我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7月底 那个很闷热的天气这样子 然后他来找我的原因是 他其实大概在4月的 因为他2020年他离婚之后 他要找新房子 然后要一笔押金 他就大概跟雇主讨论了一下说 我可不可以捐少一点 他不是不捐 他说我可不可以捐少一点 还是就说先暂停一下 不然他现在筹不出那笔钱搬出去 他跟雇主这样说 雇主说好 他本来想说那就关系不错 还可以这样讨论 结果没想到是那一天之后 他的世界就变了 雇主从隔天开始 就开始对他辱骂 说他不讲诚信 你就明明入职的时候说要捐款 然后就开始说他工作能力不好 因为他们办公室就这样一间 就是就会当众说你工作能力不好 就是骂给别人看 对就骂给别人看 那个很精神上的修理 对 可是对他来说最打击最大的应该是 他们家督导 就主管把那个有一个定期 因为是政府补助 又需要做一个定期工作人员的独导考核表 他把他原来都是工作良好的评估表 独导考核表抽回来 然后全部上面写 变不好 就他抽换的本来没有问题的东西 然后上面还给他写说 他不遵守承诺 我觉得那件事情是压阔 他的最后一条线让我就那么认真工作 然后你每天这样羞辱 我甚至还做这种事情 然后就甚至跟他说 你就做到今年年底就好了 他没有要直接逼他走 但是他就说你做到今年年底就好了 其实就是要他走了的意思 让你先受不了自己就走了 他说他之后这个主管 自己也有社工做事的资格 他自己接下来做 就很多不可理喻的 他就弄到然后他开始去看医生 就血尿就他身心状况很严重 旁边那个心境的同事看不下去 就私底下来找人找到我们的同会 所以这件事情才曝光 这件事情听起来其实让人家很愤怒又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那也因为来找你们 然后让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 蔡英文总统也做了一个宣示 不过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20年的7月 蔡总统是在8月就做出我们刚刚谈到宣示 但是听说后面包括23年22年都还有类似的状况发生 是我觉得这个晚情还有一段我们必须要讲的 我们让这些事情曝光了 可是后来觉得政府其实 我们发现政府其实根本无力处理 因为案子进到高雄市政府的时候 劳工局先跟我们说他们没办法处理 就单纯先讲这个个案就好 因为他的部分的问题是他是捐款 劳基法他是讲所谓的薪资不足而成功 他其实他钱有先全额给你 是你自己再拿出来捐款 一开始劳工局就说这个我没办法处理 你要回到社会局 社会局一开始说这个应该劳工局要处理 他们没办法做判断 就我弄到最后 社会局跟我们公会找到一条可以处理的 就是所谓的公益券目条例 公益券目条例里面有一条禁止利用权力强制摊派 这一段话这样子 那个就是你不能强迫员工捐款 对那就是用这一条要求婉琴把钱还给社工 但是你对婉琴没有任何的法则 因为公益券目条例你只要还钱就没事了 他没有违反劳基法 然后那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政府跟机构签的委托契约 还是补助契约里面 他其实对于回捐没有很明确的定义跟罚 所以你发生事情了 后来高雄的黄捷议员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管庭闹这么大回捐了三百万 然后他被罚不到一千块 高雄政府罚他罚不到一千块 这个也没有后续去制定法规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法规后来 卫福部直接在补助作业要点里面 不一定就说你不能为权而给付 就是劳基法的为权而给付 然后禁止强势摊派 也禁止强迫捐款 这个陈时中自己那时候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有说这件事情 那大概是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因为我们讲说好你出现这个漏洞 我们工会很因为这个案件 蔡英文都讲话了就马上补上来 可是我们才刚松一口气2020 刚松一口气2021一个新的案子来了 这次发生在台中跟南投 这一家机构叫那个名字很长 就大概叫犯罪性侵害计犯罪处与协会 然后体试者是一群医生跟一个 当江大学资商的教授 一个邱庆的教授 我们发现第一个来吹哨的是我大学的学弟 他就是说他要离职了 可是雇主一直要叫他把钱捐回去 我就觉得奇怪之后听起来蛮奇怪 然后我就把他资料收集了一下之后 我发现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个雇主他的回捐的手法 是他每个月会给你一张薪资条 然后薪资条就上面写郭志南 然后郭志南 他有一个明面的 他会那薪资条一事两份 一份是你正常看起来政府抽查没有问题的 一份是你要捐款缴回的薪资条 那你捐款缴回觉得没有问题吗 可是重点来咯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动都渐渐前面2020出事就补上 对他要工作人员把钱捐到这位邱信主管邱信教授的个人账户 哇就是规避回到那个机构的账户里面就对 然后这样子钱流向不明也不用开远款收据 而且这个会计就是他太太 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会计就是他太太 然后重点是他们还彻底成立一个协会 等于是他们在屏东 他们在台中有两个协会 在屏东有一个协会 然后在新北也有一个 可是就整个都爆开了 然后就开始查 然后台中市政府那时候也直接下去查 然后卫福部也下去查 就有史以来 晚晴那时候被罚停止补助两年 台中市政府直接罚因为太严重 他那个手法真的就是故意 那一看就知道是故意规避 而且他们之前的手法也跟晚晴一样 那是到2020年底那一段期间 大概是晚晴出事之后 他们的回捐手法就是变到主管的个人账户 那个一看他的那个脉络 你其实就是知道 这个是完全这一群人是智慧性犯罪 对这个其实是那种权贵犯罪 因为其实这群教授跟医生 是很有跟政府接案子 还是什么的经验 他们知道怎么规避 然后法条怎么抓 你现在这样拿他没办法 可是因为这个太严重 台中市政府直接热令他要还钱 那停止补助他五年 然后卫福部也停止他五年 所以地方跟中央都罚停他五年 因为这个是最重的处分 然后就送检调 不过检调的结果现在到底是怎样 我们也还不清楚 也多年了 但就检调都要跑很久 可是很奇怪的 这个案子有一个很奇怪的盲点 就是你明明都被停止补助五年了 然后那么严重的回捐案件 可是新北市在当年度 就补了他们一个600万的委托案 哇这很妙吧 这很妙 然后我打去问新北市 新北市跟我说他们新北的没问题 我说这整家机构的财务状况 都是非常的吊诡跟有争议的 你们的评选怎么都 没有去看他其他的 没有去看这些 然后他们甚至回我说 他们不能去干涉评选委员 这家机构发生那么大的争议 然后被停止补助五年 你们没有提供给平选委员这些资讯 我觉得也太不可思议吧 我觉得不管怎样讲 新北市就有他一套 他们觉得没有问题的那套论述 那我觉得好 那就消毒会对 你就把我给大家解放出 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回捐的问题 如果你刚刚谈的那些东西都是属实的话 他事实上就是一个整体外包的这种做法 以及外包所谓的厂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是这么的绵密的复杂 对啊 然后又一复杂 今天台中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事情出太大了 所以台中的南投一定要把它处理掉 然后新北那时候应该是没有人出来检举 所以新北一直说他没问题 我们也没有证据 所以我必须要这样 我必须要这样说我们也没证据 可是就照合理的来说 你不应该当年度就给他一个委托案 又六百万他发生那么大争议 特别是都相同的理监事 什么可能都不知情 嗯 这个其实理监事很有责任啊 然后他们给我的理由 后来我真的也没有办法 因为 补助案的补助规定 是行政程序的这个行政法 然后 那个委托是采购法 这两个是理性的 他没有办法互相影响 对 就是评选机制的时候 可能可以注意一下 可是这一关放水的时候 以后你其实你就不能做什么 可是好死不死哦 去年年底 你看其实也没做 去年年底我们发现这家机构 在征裁讯息上 他要招募社工 第一他没有34916 第二是他直接写说 社工那个社工的薪资 要那个专业服务费 要扣掉雇主因负担的劳健保 所以只有3万1左右 这个如果不是回捐 怎么是回捐 你说直接大辣的写在 分财讯息上 我检举给卫福部检举给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也没有正面的回应我 这个就是回捐了 这个就明明是回捐 对我们来说 这个就是 然后卫福部 年初查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果 这一案要查很简单 你只要去查社工的千零的领据 社工假设千零领据是千三万六 他就应该领到三万六 扣掉自己应负担脑建法 可能少一点三万五三万四左右 大概你是可以合理推计 除了绝对不会是三万一那个薪水 这明明这么简单的事情 卫福部查到现在都查不到 所以这里其实可以看到这些机构 事实上有很多的变形 即使政府有这样一个宣誓 甚至在法规上面相关的办法 也做的调整 他还是有很多各式的变形 可是按照这个自然说法 即使这些变形你要去查 当然有些很困难 有些是属于关系 这个关系 你除非有很十足充分的证据 要不然你也没有办法真正指控 他们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可是有些是基本上面的程序 或者是有些单据就可以去查出来 那就是一个有心没有心的之间的差别 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些个案 其实我要再回到在2019年的时候 2019年其实蔡总统曾经接见社会工作专业人员 包括你也参与这个出席 那当时他其实有提到说 要逐年充实社工能力 以及全面调高社工薪资的两大措施 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我们看到他的确做了这些事情 可是那个实际上面好像没有办法落实的原因是什么 你怎么去看蔡总统这几年来 因为他的任期也快到了 这几年来对社工这方面的投入 你怎么去评价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我要平心而论的话 在蔡英文总统就至少我当社工研究所读书 然后毕业这十多年来这样子 我必须说蔡英文总统是有对社会福利做出一些改变的总统 相较于前几任的总统这样子来说 那特别是在陈时中任内 陈时中任内其实是有召集社工专业团体去讨论 社工劳动权益两次 有开了这样两次的会 其实这些是以前没有发生过 而且有做的 甚至那时候我记得是应该是吕宝靖次党任内 也有召开一个社工专业发展 全国巡回的论坛会议 这些其实都是有做的 那意见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有 但是政府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就目前上来看 蔡英文总统说要充实社工人力 可是这个人力通常都还是只是约聘部 他不是县市的能力 那我看了几个南部县市 我不要讲县市 我不要讲县市名称 不然等一下我要接电话 其实南部县市他们目前在补社安网的能力 还是在补家房中心的能力的过程 其实我看到的都是不顺利的 到不到人 所以看起来钱比较多 你其实一进去大概要4万3 4万6起跳的如果再保护进社工程 其实人相对还是不够 对啊 像我看到有一个县市的议员 他自己贴说市府编了一亿的预算 但是好像只执行了6千万 等于是有四成的人力缺口 人都还没有补齐 那卫福部是有说这个会纳入贫鉴标准的 但是我觉得政府现在一直说要补人力补人力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有讨论到的一段是 社工整体的劳动状况到底是怎样 我们其实现在没有任何的数据资料 都是我们大家的感觉还是观察 观察人来说状况是真的很糟 但是社工整体的状况 到底有多糟 到底有多糟 哪里有问题 这些都要更清楚的研究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 我觉得政府一直没有在好好处理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现在卫福部没办法处理 就是社工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工作 社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论点 然后不一定社群专业是认同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社工是一个要跟大家一起工作的专业 我要跟警察 要跟医生 要跟护理师 还是要跟行李师合作 我觉得社工不是一个单干就可以完成任务的 没错 社工的专场是跟大家合作 可是在这个过程 我们政府在建立社安网的时候 都只是说要补社工能力 要帮社工加薪 我觉得这些本来就应该要做 没错 可是这个过程里面 那个横向的联系跟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联系 不管是纵向或横向 我觉得都是充满了各种的漏洞 一个专业之间没有联系 然后中央跟地方的法规 然后是有漏洞的 然后中央跟地方都这样子 更何况说到民间机构 又是更大的一个断裂跟落差 这层层的过程里面 社工其实我觉得社工是很 在做在服务的时候是很孤立无援的 我自己要想办法 然后我找不到资源 我自己以前是做IC 我做过大概四五年的ICF的社工 就是身心障碍需求评估 我们去帮身心障碍的夥伴 评估他有怎样的需求 对我去评估他的需求 可是我评估他的需求之后 我回头一看 社区里面根本没有可以提供给他 过更好生活的相关的服务 甚至他走不出家里这个门 我觉得政府对于整个社区 福利社区化的那个部件 其实是 几乎没有作为吧 然后整个专业的横向联系 根本没有 大家都各做各的 像你现在卫政在做那个 卫政做的 长照做长照的 然后社会局做社会局的 他出事的时候 就说你怪我我怪你 就讲说前阵子不是 好像也是新北 又要独居老人死在家里 你要怪里长 要怪民政 要怪警政 要怪摄政 还是要怪谁 就大家怪来怪去 然后最后 通常最多的都是社会局要背锅 可是我觉得那一个整个脉络到底是 重新那个救折的文化 我觉得必须要改变 不然就是哪个小孩子都被打死的 都是社工要背锅 社工为什么都没去防止 我觉得社工要背负 有多少社工有能力在每天去看一个个案 没错 那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身心压力 对 那个就整个社工自己的工作状态 然后跟很像的工作状态的专业的关系 大家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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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我觉得这个是要重新整个要去 大家要坐下来好好谈 有一个没错 没错 但是我们现在都很简化成 个别的状况 个别然后加你钱 然后补人 重点是又补不到人 事实上自然谈的这个状况 我们再过去谈精神卫生法的修法 或者身心障碍者的这个保护法的这个修法 事实上我们都谈过 就是他是要一套的系统 包括如何去衔接 如何去合作 那如何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建制 他才能够真正的做到 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的这个概念 但是刚刚谈到一些东西都是最基本的 就是包括这个薪资待遇 不要回捐这些事情 都是最基本的劳动条件 可是我们的政府可能连这一块 都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关心 继续的来去督促这件事情 也希望我们的观众听众 也能够听完这集之后的能够有一些 对至少我们在跟社工互动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不是全部的依赖 而是怎么样有一个很好的合作的关系 那或者说我们在什么地方 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协助 今天非常谢谢志南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给我们看到在台湾的社工的部分 他的确面临到非常多的问题 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做相关的讨论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老师各位听众